Colin 讀書會 謝謝大家 為什麼要特別提Colin讀書會呢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也是在那時候讀書會的時候開始學習的 然後不是只有我的開始學 是一群人在學 然後學到最後就大家各小各的 就是發揮創意的一種 然後這個題目其實蠻適合拿來當工作坊 但是工作坊的時間的話 就是因為三個小時有點太久 因為我最多大概只能撐大概90分鐘到100分鐘而已 然後但是我等一下會講 那個QR Code 就是我去年的時候有用聊天機器人寫了一本書 然後裡面就是AI聊天機器人的整本書 然後會放QR Code當然不是購買連結 我沒有工商到這種程度 那個有紙本也有電子版 電子版的部分的話它有四月篇幅 那四月篇幅的話我覺得那個廠商跟出版社 它給的那個免費額度的四月蠻有誠意的 所以這是免費四月部分 它是不用去收費用 然後我記得是點上去就可以直接看 然後連註冊都是不用的 那是如果對聊天機器人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做一下參考 然後為什麼要共產生 這就是主辦人 因為我們這個活動比較乾 它在彰化啦 如果下禮拜這個時間有在彰化的話 這個時間是可以去外面看一下 那因為我題目是跟今天一樣 只是說那一天的題目就是真的用實作 那時間上也是不太可能是工作的方 就是我直接操作 現場操作 就是下禮拜的那個模式 然後更天的題目是一樣 那今天因為就是 我預期的話今天原本就只是用講的 然後講一下那個 如果你現在到會場外面去或是走在路上啊 然後隨便抓一個人來問 十個人當中大概會有八個人會回答你說 欸 聊天機器人那就是去了GPT啊 然後那時候的slogan就是 這個現象是從今年年初開始的 然後那個新聞記者那個slogan也下得很 很驚悚啊 就是什麼什麼 反正就會下這種類似這種的 然後如果說你要往回推的話 推應該是去年的 11月到12月的時候 這個現象才開始 那如果在更早之前的話 那這個東西還沒出來之前 其實大家都會把它想成是 就是Google小姐跟Siri 就是講到這種 AI聊天機器人 跟None Snow做的時候 就是都會討論這個 那Google小姐的話 背後就是Google的Dialog Flow 然後之前在那段時間 其實Dialog Flow就是 一直非常火紅的一個工具 然後像對應的話 其他兩個A9跟AWS 也是有自己的工具 只是A9的話 它自己也有一個機器人的系統 然後AWS的話就是 商業的跟一個 開發用的模式 是有分開的 一個是Lex 然後一個是Kindra Kindra 抱歉 好那現在接下來的趨勢的話 就是 Bing出現了 然後Bing出現是 因為它是網頁版的 網頁版的話 變成你在電腦開的時候 你會習慣性用它 然後在手機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可以加入手機桌面的一個 icon 然後這樣子一來 它也很容易 就是 變成一個像行動助理 就是你問它 它回答你 然後這個模式就比較像那種FAQ 的那種對打模式 然後接下來就是Google的Bot也出現了 然後像如果像現在的趨勢已經到了這種程度的話 早上就是會問說那我們為什麼要用Kindra寫 然後如果本身是Enjoy工程師 或你本身有在用那個Intel's idea的話 答案就很明顯 說因為我就有工具啊 我多用一個我也不會 多學像 多學一樣東西我也不會持困 但是如果說 還不是就是 因為這個要講一個就是Kindra 目前它是必須要用Intel's 這個 收費版那一個啊 就是它現在 你要好好好用跟用得好的話 就必須要用收費版那一個來 對 然後那個一年的費用 如果你只是為了要這個 建這個然後去訂那個 到最後可能用沒有多久你就會想要放棄了 那我先解釋一下就是 當初就是為什麼會想 想用這個 因為到最後是發現 一開始是好玩跟新鮮感跟好奇 可是到最後發現它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現在的話是 因為我今天的部分比較沒有說 要講一堆 一堆程式啊 因為 現在其實不太需要說真的 自己從零開始寫到 寫到 整個寫完 因為當初在一點上版的時候 就是真的從零開始 然後寫到最後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比較不需要 現在的話比較建議是 把時間去花再說 它已經有哪些現成的東西可以用 然後可以怎麼用 然後可以怎麼樣搭配用 是最快的方法 然後最好用 然後這個機器人 它是現在還活著的 然後它是用Cater寫出來的 然後左右兩個是不一樣的軟體 然後其實也看得很 就是看起來也很好去分辨啦 就是 左邊那個是Telegram 因為它上面那個 透過那個Envite連結 然後 右邊這個上面 最上面那個title啊 有一個中掛號 這個是Notify 然後我把那個 右邊這個icon給拿掉了嘛 然後它那個是Notify 然後Notify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Notify 因為 那現在的那個 它的那個API啊 就是PushMessage那個API 它現在是一個月收費 最多免費是200折 欸那個Line在外面 糟糕了 能提醒我 不能再講太多這個 講太多這個 然後在之前 在之前的時候 為什麼會 其實我們那個群組裡面 也是有一個機器人 不只是Notify而已啊 然後有一個機器人在 但是那個機器人 我後面 我後面又跟大家講說 那這樣500折 就是200折的時候 你要怎麼用那個機器人 還是可以用 不是說不能用 然後那個 就是 好 大家要記得就是 先測試一下 它那個收費 是不是有 如果你發現啊 奇怪為什麼我 什麼什麼都弄好了 然後那個訊息無法發送 然後我怎麼找 問專家都沒有原因 你就要可能想到 你是不是發了200折 這件事情 因為它還是 會當啊 好 那在之前的話 它其實之前上一次 那200折是今年年初的 然後去年之前的話 還是500折 所以那500折的話 就是一個月幾多 就是發一次而已 可是像我們現在 有時候會有一些活動啊 那像最近就是有那個 新手讀書會 那個一個月都要發 三到四次的通知 那三到四次通知 這樣就爆掉了 所以不太可能可以降 所以就變成 現在就是用 Notify跟機器人兩個 兩個都在 好 那這個就是 對 那最重要是 它要怎麼跟 Cater接上軌道 那API主要是 那個API部分的話 就是 要 因為Line給的東西 它是 Line的優點是它的東西 真的是很多 它那個 它所有東西 都可以在 可以在它那個官網上 那個API裡面找到 然後如果說 你現在是還沒有 進去聊天機器人這一塊 或是說你想要 其實如果說要當那個 行動助理或客服這一塊 個人是蠻 如果要很簡易 就是非常容易 輕鬆做出一個 其實個人是 蠻推薦用Line的 因為它有一部分 是完全你都不用寫程式嘛 可是你 送出來的訊息 做出來的效果 這個商業版的先不要 因為商業版有特殊要求 所以不能這樣玩 所以 但是如果你是個人 或是非商業 或是那種小團體的 要這樣玩的話 其實你用Line的一些機制 它做出來的效果是 跟寫程式做出來的效果是一樣的 然後如果現在 如果想要說 我只是要一個單純訊息 就是定期訊息提醒你起床 然後倒垃圾這一種 其實用Notify就好 那我其實個人 嗯 就是講白點 如果說 平常像剛剛講那個工具的使用 然後Notify在網路上一找 它會有 至少有教學版本 然後 包括其實 就是 你剛剛看到那個Notify那個版本 我自己個人就有三個 三個版本 就是三個語言的版本在用 所以我不一定說 一定是推薦你說用Kater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用Notify的話 像那個JS 就是那個JS也可以用 然後Google 那個Google 甚至Google Drive就可以寫了 不一定 就是那個GAS那個 App Script 那個也可以寫 所以不一定 所以一定要去下載安裝一個Kater 然後為了那個 一個Notify 然後底下那個 我會把它分成兩種 所以 我在1.3版的時候 那時候全部都是用Kamino體寫 那時候是沒什麼差別 兩個 在Kater 兩個東西是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現在的話 我是強力建議用那個 上面那個付費版 因為那個速度會差 差很多 就是支援的東西 嗯 這個啊 嗯 其實之前有 我有 玩過一個 但是那個是已經2.3年前 然後我一直找那個圖片 可是我圖片 還是會想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 我是不知道把它放到哪一個 印碟裡面去 就是 群組訊息 其實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想要機器人 一定是 真人 大家都很忙 然後有一個東西是需要說 譬如說活動開始前10分鐘 非常準時 或非常精確這種要分享 但是沒辦法說 每一次都這麼準時 所以才開始說 有一個機器人帳號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要講的並不是說 就是大家平常在說那個 怎麼送貼圖啊 送訊息啊 或是送什麼 而是真人可以去做出 像機器人有時候 如果你看到有些什麼官方帳號 他那個送出來訊息 是一連串那一種的 就是那種 它是一次就像那種 輪波圖一次 五六個出來那種 那個是真人帳號也可以去用的 那個 Line有一個API是可以去 我等一下會講 就是 因為我沒有看到那種圖片 所以我先把Line的一個東西拿出來 如果有在Line的那個SPA 就是它這個 它算是很類似MAP 就是Google Map的那個 一個 一個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它 跟Google的地圖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有結合 部落文章 部落客文章的那種效果 所以 就變成上面現在很多部落客 喜歡去Line熱點上面寫他的文章 寫完就直接分享 分享就是利用我剛剛等一下會講的一個API 然後甚至分享出去之後 它可以再次分享 然後這個也是用真人 就是透過真人 然後圖片 就像這樣是一個訊息嘛 它其實是可以用 這個叫做那個 泡沫 就是Bubble訊息 然後它可以用一個兩個三個 然後一行裡面最多可以放12個 就是那種輪波圖 好 然後它就是前幾年很紅的一個 就是Shield Target Pig 這個 然後我直接從這邊跳過 它的API 然後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它其實如果你工地過剩的話 你可以用Colin全部把它改寫 因為Colin現在不是有前端嗎 HTML DSL 然後那個 Copilot開下去 請它改 然後改完再自己修 但是我今天沒有要教大家寫程式 我今天只是 等你說那個現在工具怎麼用 好 就是在Cator的UI Framework這裡 我問一下 完全都沒有建立過Cator專案的 完全都沒有的 好 非常好 然後都從來沒有開過那個 Internet's idea 好 那還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直接跳到最後一頁了 因為我下禮拜就知道 就是會在這種情況之下 倒著講回來的 安完就 好 沒關係 就是大家今天聽看看 如果你覺得如果你的那個 Internet's idea剛好是付費制的話 那就回家就是或者現在就可以直接建立一個 就開一看看 然後開完之後 看你要不要 因為其實Line的東西真的是 好 沒事 旁邊的話 那個Cator的Friend UI Framework 我們正面其實有一個Cator大神在 Frica 好 所以我不會 不會講得太深 因為它 對 好 它簡體之後 其實在 如果是 我那時候 1.3在用的時候 它其實一開起來的話 我先直接到後面這個 左邊這邊的話 現在開起來的話 它會非常貼心 把所有東西 就是放在那個 插件這個Package裡面 然後都幫你分門別類 每個KT檔分好好的 就是 現在是2.3.5 昨天才升到1.5 因為之前是2.3.4 然後 在1.3的時候 沒有這個Package 幫你分門別類 這你看到這10個 1.2.3.4.5.6.7.8 好 8個 8個這個KT檔 它全部幫你塞在一個APP.KT檔這裡 你看到這邊 全部塞在這邊 那時候 在寫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寫的時候 就是 直接 檔案打開起來 然後全部刪掉 因為太亂了 然後再一個一個K鏡 就是一個顆鏡 這樣 好 然後這個套件這個是自己選的 它不會每個都開起來都是一樣 都這麼多 就是你可以從 就是這邊 ADD ADD你要什麼 自己加 然後加完之後 就是再往後 往後看 自己要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好 先講一下 這個可以知道怎麼用 就是如果說沒有用過的話 然後建立專案 建立完之後 直接到APP 這個KT檔直接執行 執行之後呢 就是 打開流感器 然後輸入localhost 8080 就有一個hello word出現了 好 這樣應該都懂了 好 就是它SWIP就是這樣 非常的 其實 好 然後UI foreign walk 那其實講到它的UI foreign walk 為什麼要特別講那UI foreign walk 就是因為那個Line的Leave Leave它也是一個前端 然後 Line有一個 好那個 Line要 Line好像講太多了 那其實除了就是剛你看到的那些 工具 然後還有Line的東西你可以用 因為Line的套件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最新出來的那個compose compose的話 它是可以 跟Kater做 做搭配 然後如果說 要怎麼搭配的話 其實compose的那個官網 最對底下就是有一個跟Line整合 就是跟Kater整合的部分 然後這是目前compose的趨勢 就是適用於四種 然後最後就是要討論一下說 到底那個行動 就是用Kater來當那個 他的行動的時候 就是 他到底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那是Kater來當小幫手 他曾經做過的事情 就是第一個訊息通知 然後第二個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真人限定 那真人限定的時候 小幫手要怎麼幫忙 因為他是真人的工人 那就用圖文選擇 然後圖文選擇 它就是左邊跟右邊兩種 然後 這個應該就看過了吧 就是Line打開的時候 就是它 就左邊跟右邊兩種 然後這兩個 這個 問一下吧 就是 有做過Line機器人的 可以 沒有做過Line機器人的 就完全都沒有碰過Line這一塊的 可以舉個手嗎 那Line有聽過Line OA的嗎 就公司有在用嗎 Official Account那一個 那一個 也沒有 好 非常好 就是它的那個 這個Lish Menu 就是左邊那個 右邊這個是不同的階段 然後它的 右邊這個 的好處是 它上面有多個頁簽 右邊這個等於是 三張左邊的這一個 去組合而成的 然後 它就是左邊的 提供的一些版本 然後跟各位說就是如果說 你同學沒有碰過Line的話 Line有一個Line OA Official 就是它你可以先註冊那個 商業帳號 我們現在如果是像 我們現在這個帳號 你可以直接去開一個 開發者帳號 開始用 然後你就從API開始看 但是 也可以從我們現在開發的帳號 去連到那個 Line的 官方帳號 Line OA 然後Line OA那一塊 其實現在的商機很大 是Line非常重視的是因為 他們 OA那一塊幫他們賺了很多錢 所以他們 之後可能就慢慢會 那塊會越做越大 因為而且如果說 公司或是 你們自己有在用的話 其實可以有些東西 有些工程可以看一下 Line有沒有已經開發出來了 然後去看一下他們那個開發 其實都是 手費極致啊 所以就看一下他們開發出來 那個價格合不合理 合理的話 我是覺得就不用再自己 自己做了 我等一下直接 直接開後台好了 然後如何設定右邊的 我之前有影片 我之後投影片分享出來 就把那個影片連結 就出來了 然後最快的方法就是用Postman 就是API部分 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用Postman 然後 OA 我等一下把OA開出來 好 那就是那個 IntelJ IDE 就是它有一個 HTTP Request 然後 它就是那種Postman的功能 但是一樣 就那一句話 如果你思維那個 要用那個HTTP 然後去訂閱IntelJ 的話 這個是有點 本末導致 好沒有 今天到底是來 來拆檯 其實我之前啊 就是一路就是用Community的時候 我們那個傳教師 其實他也有點不爽 因為我把 他的那個 父輩把那個Witchmat的功能 全部用Community寫出來 然後 導致他就是 他沒有理由去跟人家說服說 喔你機器人一定用 Witchmat的 就是 就類似那 可是到之後就是 就是他們 廠商還是比較厲害 就直接把CAT 從那個Community 直接抽掉 可是 你如果現在用 Community那個寫那個 CAT的話 就是最多只能寫到1.6 然後 2.2以上 一定要那個 Witchmat開 然後 譬如說像這個 到Line的官網啊 去找那個 API 你想要用那個 然後Line這個 它發送訊息 只要分兩種 一個是Push 一個是Reply Reply是不用費用 可是Push是要費用 就是那個 200折那個 然後 就是開那個 HTB Request 這個 開完之後 把剛剛那個 複製碼直接到上面貼上去 它會自己轉 我 因為我這個圖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整個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直接開來 開來用好 因為我是用我自己的電腦 我幫你擔心今天不用自己的電腦 好 然後再來就是前兩個 然後再來就是加入群組的問候 這個也是 就是 因為Line它有個特製是 社群沒有 但是群組也就是你後面加入的人 看不到前面你到底做了些什麼 然後那時候會怕大家就是那種 就是 有些人是進來學習的話 他會害怕 就是那時候還有真言做過一件事情 就是 在加入的時候 就是送出那個問候語 然後那個就是 API是用Member join 然後因為這個Member join 在那個OA OA裡面沒有 所以這個又要自己選 OA是有follow 就是有一個fo 就是 家好友是follow 雙鎖是unfollow 就是那個 Line的API部分 然後它曾經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功能 就是傳聚便利 就是 Icon Switch 沒有截圖 然後講到這裡 應該等一下還有時間 我等一下直接 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直接進Line後台 然後開一個Line OA 然後跟大家說 那個其實 如果你要 你如果很想要學Line的話 其實不用真的去開官方帳號 你看那個 還有一個 Line OA這個東西 裡面其實很多東西 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在那個 我們開發者聚會的時候 把那個Line OA打開 很多人是嚇到 因為他不知道 那一塊現在 已經快要超越 就是那個API這一塊了 然後剛剛講的話就是 講到剛剛的話 其實蠻多都是說 現在你看到聊天機器人 或是我們各種 行動注意它的取向 就是在 官方帳號 跟智能科服 這邊會比較 就是 這邊其實自己已經定型了 然後也很多那種 公版跟套版出現了 如果說 你是為了要商業用的話 建議就是 可能要自己 自己要努力一點 不然就是 就是自己努力一點寫 裡面寫出來的東西 它是要符合 符合 就是一般的 因為有時候 商業用通常是為了別人寫 不然就是 你要去 找現成的東西 現成的模板這樣 因為 商業用的東西 好像創意就會 就不能太有創意 然後 非商用的話 非商用就是 剛剛那個 像我們那個社群小幫手裡面 它就是 各種的訊息通知 然後它最重要是 它時間 時間 內容 內容正確 然後時間準時 這樣就好了 好 可是我們那個小幫手啊 其實 我那個 我那個時間的那個Push 因為我們是定時的嘛 自動化 所以那個Push的時間 我也不是用Loco端 我都是把全部丟雲端 然後 我是丟GCP 對 它 有一定的免費額度 就算一下 就算一下看看 對 好 那FAQ 如果是要做FAQ這一塊的話 其實是建議大家也不用自己寫 那個 Google的那個Dialog Flow 有這個功能 微軟 的那個 A9 A9裡面也有一個 A9 Bot 它也有這個FAQ功能 然後那個 AWS啊 AWS也有 但是AWS你要開對 你如果開那個 特別是你要開那個Candroid 你要開到那個開發者模式 因為你開那個商業模式啊 開下去 然後想說 我晚上十二點開下去 然後我休息個天 睡個一天覺 個天早上起來 你會發現 一千塊就不見了 然後他就說 糟糕我 我不是還在試用期嗎 我昨天才註冊 然後他說 很抱歉 那個商業的東西 商業模式 就是不適用 沒有適用期這種東西 然後還去問著他說 喔 你要開那個開發者模式啊 然後那一千塊呢 喔 一千塊就當學費啊 這是真的喔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是真的被空過 好 那台機場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還沒有 就是 還沒有被 就是 這是什麼啊 就是非商用啊 然後也算是個人用 就是今天主要是商 那之前如果講到這一塊 就是像入門的話 大家 前輩都會跟你講 喔好第一部 那個Ecobots先去寫出來 不管你要哪一種語言 然後現在的話 現在大家都可以想 喔第一部先去網路找一下 看有沒有別人已經寫好的 對 然後就算在沒有的話 就是 那個 Copilot開下去 看有沒有辦法幫你寫到完這樣 對 就是變成這樣 就是資源現在很重要 然後現在 就是依照你個人的需求決定 然後去 用創意 因為現在其實創意比較重要 你有那種創意 然後再去製造出來的東西 然後才會變成 呃 就是 有點像是自己開發 開發出來之後 然後寫出一個自己的東西 或是說整合哪些工具進來 要不然其實該有的都 好像都已經有了 對 然後我們今天其實要 大概要講的是 可能比較 蛤 比較 詞窮 好 那個今天其實講的就是可以用 就是用Cater限定啦 不然其實很多 很多都已經 很多那種 套件或模組都是被寫過啦 然後如果 像現在Cater Cater 2.3.5 就是我都會跟大家說 已經 他已經到了 沒有 就是他 沒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就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然後這句話 我是從那個 一部影片 就是那個星級飛的科技 很毀面 學到了 然後其實Cater 現在就是大概就像這樣 因為 開發他的人 就是會越開發 就是我發現開發Cater的人 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 沒有幾個會放棄啊 因為 其實蠻好用的 然後 包括我們現在那個 現場的Rica 她也是從 傑出到現在 都還在 還在玩Cater 對 我們終於 虧待現在要剩多久 好 差不多 還是 還有一半 好 那現在就終於進入那個Cater Cater的話 它有一個release 就是 它新版發布後 快到release這邊 我那個 我簡報是 做得很像一個重點提示 那 因為我 嗯 好啦我 就是一直在曬東西 所以我忘了回來 然後有 就是要做一下那個 拍板 沒有錯 然後貼著在1.3的時候 release 然後那點是大概2020年的3月 差不多是3年 3年多以前 然後那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她加入Cater 然後她加入Cater 之後 我在2020年的7月之後 才開始 去學這個東西 然後我其實還蠻 覺得就是 好險 我是在Cater 之後寫的啦 我是無法想像 如果要是沒有Cater 那個1.2版本 到底是要怎麼寫 對 因為其實 用口令之後 就是很多東西 是非常的簡單 就把它寫出來 但是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能在那邊想很久 要加一堆 好 那那時候的話 建立 就是建立裝 不是像現在這樣子 開下去一個Cater 過外方面 那邊 包括說你要選哪一個 Cater選下去 然後就一路 就是 可以按下一步 下一步這樣建立 那時候Cater 只是在那個 Marketplace裡面的 一個小小的套件 然後你把它install之後呢 出來還有一堆手續 要去處理 可是 在那個時候其實就有個東西 就是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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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直都在 然後它的東西 就是從1.3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是怎麼更早 就是 至少在我1.3的時候 它其實就 就活著了 然後我一直都會很 很習慣用這一個 因為 因為這個好處是 它可能你選好之後 你幫它訂一個檔名 檔案名字 然後你可以 同樣如果你要去 做測試的時候 譬如說我要用這個東西 開發 但是我的先決條件 是要一樣的 那現在它裡面套件這麼多 前端後端 server climb 什麼一個個都把你 然後還會甚至 就是那個 UY部分 以後還有可能會 越來越多工的時候 然後你要在一樣的條件 之 一樣的先決條件之下 然後去做測試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好處是你風暴 然後就是下載回去的時候 然後每次解壓縮出來 然後寫 寫雜了就算了 然後我寫雜了之後 我就會看哪 我在哪個地方寫雜 我就會再重新 把我上次下載的 然後重新再解壓縮一次 然後它出來的環境 就會死一樣 我就是不用再去想說 欸糟糕我那時候 到底是加了哪些東西 因為我已經 一個現成環境 就是在那裡 已經就是下載好 但是就是不能夠說 你下載回來 然後解壓縮了之後 就把原本那個給刪掉 原本刪掉的話 就沒有人知道說 你到底當初的環境條件設立是怎樣 那目前的話 如果你要用的話 Cater目前最早 提供的版本 是在1.5.3這裡 這裡全部的版本 那個Witchmate都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要那個 Community寫的話 Community可能 在建立主要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建立 你就從這邊 那個聲優不讚嗎 以後開始都講Community 就是不用 因為我就是如果是在 我自己有個YouTube頻道 那如果有人家 去YouTube問的話 我都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你現在可能要那個Witchmate 會比較方便 就是這種 官方說法 但是私底下 如果我在講這種場 我就會說 沒有那個1.8以前 你就來這邊 打包專案回去 1.8以前 都可以用Community開 但是你現在在Community 你會 尤其是完全不懂的時候 你在Community 你會挫折感非常重 然後就會 到時候你就想說 算了 沒多少錢 刷下去好了 就下去了 好 那如果最後覺得好用的話 要付費 那就看個人 那個我就 那目前最新是2.5 2.3 昨天的 那我從1.3到2.3 其實大家就會 有一個心得 是1.3寫到哪 我就一直在叫Help 就是求救 但是也是沒有人救得了你 因為 你懂的可能都比官網還要多 就是真的 就是在談 有一兩位就是 那時候也是有些 一起寫Case 大家都懂的 自己懂的都比官網還要多 所以就通常找 然後還要去Google找 找到之後就知道自己慢慢刻 然後現在是很有 否則 他現在的工人 會建議說 大家先 多找一下資料 然後資料看完之後 再想說你要做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等一下 就是輕鬆使用可以這些 第一個就是跟大家講說 那個Google上面有一個東西 要先去看 特別是如果你想要 直接上雲 因為Google不是有一些 什麼那個定時器功能 或是搭配一些 它既有的雲端功能 然後它有些是 額度 額度是真的是免費 或是說你帶 你的使用率不高的話 你就只會丟Google 因為Google它那個 callin的Sample這邊找一找 它有時候會買 買在裡面 那我舉個例子 給大家說怎麼買 就是它那個裡面有個Run CloudRun這個 去找到那個Cater的CloudRun 那如果說 欸 怎麼會跳到這一頁 那我跟大家講 先找Google裡面 找到callin的Sample callinSample裡面下面會有一堆 然後裡面有一個Run 第五個 那Function這邊也是 就是可以一個人去找 然後Run點進去之後 去它案裡面 找到Kater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 Hello calling Kate 不是要你 不是要你去什麼 把他那個 get a clone 然後還有什麼 download 不是走那條路喔 我們現在超接近 就這個接近兩年前就在了 然後下面有個Run on Google Cloud 對不對 點下去 然後還會開始 就是你有註冊 就繼續 沒註冊 有註冊就登錄 然後沒註冊就繼續註冊 然後一步一步 然後最後呢 一個網頁又出來了 這個就是Kater 直接上輸 這是ServerList的 這個是用ServerList加上去 因為它 如果你進去那個 它的CloudRun裡面去看的話 就是Kater後 那個Google的那個 GCP上面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用Image 就是Image的檔案格式架上去的 所以它不是說 那你自己就是 如果要改的話 就是去把那個 剛剛那個 它Git up的那個檔案 抓下來 改改改改 然後就是丟上去 然後這個檔案也是 也是有就是 把它抓下來之後發現這個檔案 它其實只是用一個那個 HTML的檔案去寫的 那就回到Kater剛剛那個UI UI前端 其實Kater是可以 用一些方法 然後去引入 就是說你 如果覺得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樣好好的 去把那個 轉成Calling版的那個 前端的話 的UI的話 就直接用一些 就是Kater裡面的套件 然後去 直接引入那個HTML檔 直接引進來用 對然後為什麼要直接 如果你要目的值 要上引去 那些功能的話 就是 就是直接放上去 然後搭配那個 GCP的相關的功能上去用 輕鬆使用 然後第二個就是 它那個UI的部分 現在UI的話 它也是可以 就是Calling不是有KMP嗎 然後現在那個 Enjoy那個 Zepier Composer 它就是有 也是有 然後也是快變得很快平台 然後 而且這兩個就是 如果你用日米的話 它可以直接 在下面直接建立做 然後特別講一下 那個Compost for Desk 如果說大的 你想要做那個 行動裝置 因為我 我現在是會想 我現在目前有想法 是我只是要單純 用那個Desk Desk加Kater去開發一些 就是桌機版 或是筆電版的那種 小個人助理就好 為什麼 因為我的手機其實 現在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那個什麼 推銷啊 詐騙啊 不然就是一些行銷啊 那個太多了 然後我說 我不是這樣正面放上 我是蓋著 然後30分鐘開一次 然後反而就是會 只有用那個電腦 電腦的畫面 然後在電腦畫面 這時候我就會覺得 欸 那 或許寫一個那個 就是 只是Fordesk這一個 然後畫面拉一拉 然後把我要的功能 就是 放進來這樣就好了 那 那 這個開完之後 這個 開完之後 如果說 欸 問別人怎麼會接到這一頁 好 沒關係 然後接到這一頁 我就繼續講 就是 剛剛大家不是都沒有很 欸 在場應該 八成沒有看過Kater 就是在建立一個專案的時候 它左邊會有一個選項 就是目前那個 而且Mater的左邊的 可以馬上建立的選項 就在左邊這邊 然後 右邊的話是Kater 可以選的 然後就Next 就是選好之後 大概按了三下 Next它就會 好了 然後跨面拉怎麼跨就是 你可以先建立一個Kater 欸 回去 先建立一個Kater 然後引路向一套鍵 或是引路 或是引路 嗯 建立一個專案 建立一個專案 好啦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就是Kater Fit 然後這個Kater Fit 然後這個Kater Fit我還在看 就是 它就是用Kater去寫的 就是Kater加KMP 所以變成Kater Fit 然後因為這個我現在還在看 所以 就 我等一下 我要等一下 我直接開那個 我先開那個Light Light 我也不知道 我先開那個Light 就行了 我先開那個Light 那我先開那個Light 那是誰 對 那是誰 我先開的 我先開那個Light 我們現在那個小幫手之前就有加API 然後現在的Line 之前是因為Line它的聊天 之前你會聽到很多人講說 那個Line限制很多 然後規矩很多 可是現在其實都沒有 它有一個那個聊天 聊天跟聊天的功能 可不可以同時 然後現在改的是可以同時 那所以這種它改的可以同時 然後去去年年底的時候 它改的可以同時的時候 我就開始用一個功能 我找一下 對 好 就是它最近的一個API 就是那個 它本來那個訊息 它沒辦法 本來可以 就是譬如說 一個群組五個人在聊天 然後最後面 第五個人 看到前面怎麼 每一個人的問句都不一樣 那我要先回誰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 如果你是那種真人帳號 你可以按到指定嘛 就是 個別回覆 可是機器人帳號不行喔 然後這個功能是到今年九月的時候 就是這個月 這個月上個月 上個月 上個月月底的時候才 可以 就是機器人也可以 然後那時候就是機器人 其實是在發訊 後來發現 因為機器人那個 聊天功能不能開著 你開著 或它那個聊天機器人的功能 就會被關掉 然後後來是在 因為去年的 我記得是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這個功能就是 有改 然後改成是 兩個都可以一起 然後改的時候變成什麼功能 就變成我都會到 Line OA的後面 然後把那個聊天功能打開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機器人帳號 然後直接在這裡 然後因為可能現場有幾位 就是沒有那個群組 然後如果你有在那個群組的話 如果說現場有在群組裡面 會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是機器人送的訊息 然後這個平台就是我剛剛講的 Line OA平台 所以說 就是這個好處是 如果說你之後 你們有在 就是把那個群組裡面有加 就是有 其實我覺得如果現在要 真的要進來的話 可能花了時間比例 可以多花一點 在那種Line OA這一塊 特別是如果你是要以 賺錢取向 去學 就是去開發這一塊 建議現場有它的功能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我跟你說就是開發東西不是問題 是客戶 客戶服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你遇到的那個客戶 或是那一家 那你要委託給你寫那個公司裡面 根本就沒有一個技術人員 或是每一個人就是 平均年齡已經快要到退休那個的話 我建議就直接 直接用這個 不然到之後你會發現 你就一天到晚 電話就接不完了 然後過去只是處理一個 就是不知道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電源性在哪裡 或是那種奇怪 就是跟這個完全沒有關係 對啊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說那個你的 就是 你覺得用這個可以解決事情的話 然後你的客戶他也很開心 就覺得哇這個好好學 然後服務費照付的話 然後你也輕鬆 對那這樣的話我幹嘛不從這邊開始 對啊 雖然是有時候會被笑說 啊這個 這麼什麼 反正 反正笑是人家笑啊 反正錢就照賺了 對啊 好啊 真的是 好啊 欸那LINE OA人就是直接打那個 我剛剛那個登錄畫面 登錄畫面的時候 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 還有兩個嘛 上面那個綠色的 就是開發者帳號 下面那個 呃 就是一般的商業帳號 但是其實 兩個的差別 就是在於一些功能而已啊 然後譬如說好像 我們也知道有差別的是 好像只有下面那個商業帳號 可以開LINE購物 所以你的小幫手 或是你自己 以後你如果是 為了是自己以後要走商業這條路 然後去做一個 行動助理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另外 這個時候就不要用自己的帳號 就另外 由下面那個 Slide上加 然後直接去 開一個 行動助理 好那 因為這個時候 那 因為這個 這個就不受限於 這個是免費的 所以它就是聊天工是免費的 它就不受限於 那個訊息的 而且 它 這個你要怎麼發 也可以 就是你也可以發貼圖 然後你也可以發照片 而且它現在功能就是 你也可以自己針對 針對誰啊 我看一下誰 誰中了 我不能在這邊 批評群組朋友 這裡 回覆 對 它現在可以個別回覆 然後就回覆它 然後就是 頂著這樣 它的 它的 這個會有 立場的 我找一個 裡面有立場的 好 因為它的 那個機器人的功能 現在很多 就是真人可以用的功能 越來越 都會給機器人用 然後如果說 而且 我其實之前在公司 我都會推薦 同事自己一個人 自己去開一個機器人 不要給那個客戶 你的 自己真人的那個 帳號 因為 有時候 長得比較漂亮一點 那個出去一定是 回來就一堆電話 不然 就是我會跟他說 你就打過來公司 你打過來公司 然後不然 你明天就出去的話 那個一定是一堆 你就是想要夾它的LINE 所以我就跟他說 不然你就開一個機器人的 然後名字是寫的 跟一模一樣的 然後放你自己的照片 但是那個是機器人 然後他也不知道 這樣子 至少你比較不會被騷擾 因為 你要開一個帳號 因為 我的帳號是跟這個機器人是 我試用同一個 但是他們兩個 收到的 訊息是不一樣 就是 其實如果我機器人 這個關掉的話 我真人的帳號 是不會被炒到的 然後我真人的帳號 關掉的話 機器人是不會被炒到的 所以如果說 你的需求 已經是 只要到這裡 或是說LINE方面 可以找到的話 就是用LINE的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要自己寫的話 就是 好 一分鐘 接受 對 然後如果沒有要自己寫的話 就是看一下Kater 有沒有 然後Kater的UI 其實可以去了解它的UI 然後如果再沒有的話 就看一下那個Compost Compost如果OK的話 就是 用Compost是引路 然後 嗯 其實UI有一些小片 小秘訣 就是 今天就先講這個就好了 好 時間到 好 好 最後就是我 我之前 我今天講的一些東西 就是在兩三年前 我的那個YouTube頻道上面 有一些影片 小短片可以看 它是關於 LINE也是滿大一部分 然後Kater也有一部分 對 然後有一部分是聊天機器人的 大概是這幾年的作品 好 那謝謝大家